上午10点 蓝鞋做出重大决策 辽兰遭遇重创 扬明担心的发生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诗说球 现在呢CB的联赛已经彻底的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有快一个月之久了 各自球队现在已经属于休在期的状态 马上就迎来了中国南蓝集军队的集 各自球队表现好的球员都会被选入 中国南蓝的集军队去军联 然后征战世界杯 但是呢 最近 CB官方也透露出一个消息 那就是新赛季 他们将恢复四节六人次的外援政策 这个消息一经发出 也是引起了外界强烈的讨论 这样一来 辽宁队受到的影响就是最大的 新赛季是辽宁南蓝冲击对史的第三连贯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为此也是他们能够接近三连贯的王朝 建议了很大的基础 因此 修财新兼保证人员和阵容的完整性 也是目前辽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辽宁南蓝夺冠的关键在于 本土球员的发挥集体的价值 以及外援的表现 都是起到很大的作用了 一旦恢复四节六人次的外援政策 无意间就削弱了辽宁南蓝国内球员的作用 还有就是比赛的主导权将回归到外援的手上 四节四人次和四节六人次的外援政策完全是两种性质 双外援的情况下呢 对手是很难限制辽宁南蓝外援的 相反的如果只有 一个外援 对手只需全力盯防 他就能实现限制的效果 因此那些有资金实力的球队呢 必然会花配高昂的资金引进外援来补强球队的实力 对于姚明的这一个决定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们正在试图为中国篮球打造一个更为公平更有竞争力的赛制 当然 这也给各自球队提高了很大的要求 建议各自球队在技术箭上下竹马力 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在实验中让他们有更多的参与比赛 进而提升他们的竞技水平 想法是不错的 但是实施起来却是非常难的 因此我们也是非常期待 CB联赛呢 在接下来比赛中有更加公平公正的 比赛效果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加关注 谢谢大家